這是十七天 剛才介紹的十七天 這是漢詩講堂 這個五滴 毛皮是這邊 我大概帶來了這麼多 所以這邊 來選擇 帶一點 這是從日本帶來的毛皮 然後 白色的是羊蠔 像這樣的話 全部 然後 沒有課本 隨便寫也可以 但是有課本的話 比如五滴以來 這是萬希基最典型的草書 一二三四的五 滴完的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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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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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比较多 斯细的一种牌书 刚才没有介绍《风乐亭记》 也是斯细的牌书 这是斯细的也是最近出土的 这个小改很精彩 那么这也是民国时代的 这是民国时期出版的《金刚经》 但是这个可能是 我讲到吧 这个学术的这种中国出版全体 都没有介绍出来 所以前面有问题 前面也是晚年的 《罗奇妙碑》 《罗奇妙碑》 这是我最参考斯细的内容 最想参考的是 《中国书法全集》 这是斯细有两篇 《日本》还有这篇 而《日本》的《书法全集》 这也是很棒的 很好的书 因为当时是1960年代 70年代 是《日本》的学者的许准很高 像我们那样的许准不高 所以也不能做这么好的书 这是我坦白说这样子 然后这也是《日本》的书到艺术 《苏细编》 这也是同一个时期 60年代 70年代 稍微晚一点 做了比较全面的书 这一部做 来了 那么中国是起步比较晚 中国大陆起步比较晚 那么中国80年代 主席年代才开始想做全集 那么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北京 所以这个编辑是我经常有来往 那么那个时候做100种 中国书法全体 那么现在几乎出版了没有 所以我记得编这个书的 刘七进先生 我见过他 在他那里 还没出版还没做出来的 他们很认真做的 资料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也记得不少书 好 这是台湾的 这本书的翻译点 这本书的翻译点 这本书是一样的 一样 这本书的翻译点 只有中文的部分 翻译成中文的 日本的部分没有翻译 所以有点可惜 这是南亭式箱 刚才那个同学有南亭式的课本 也是彩色复印的 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这也很棒的资料 这是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首长 现在还有 好 这是正座卫帝 这是严真卿的 也是彩色复印 这是记者稿 再想您的 可以 好 这是图书馆借来的 环州韩石石垫 这本书是台湾故宫附记的 这是乾隆皇帝的 刚才我们大家都看过 那么这也是乾隆提拔 这是下星期我就讲 环庭间的薄文 很厉害的薄文 比原件还要大 一般写薄文的人 是应该客气一点 写得巧一点 而且或者这个作品 不觉得好 也觉得非常精彩 这是一个常识的 但是他不是 他没有真心话都讲出来 而且自己的脑子还要大 非常 那么这个题目也是 这是董吉章 我们听过吗 明末的非常非常性格很坏 可是他收集看的作品最多的 最厉害的人 董吉章的提拔 这两个吉的欣赏 吉的欣赏 所以台湾故宫还是印得独作 这是学术性的文章 学术性的作品 所以这个后边的提拔都印出来 这是内唐湖南 日本的很厉害的学校 他的提拔 内唐湖南 因为这个作品 有一段时间在日本 后来在台湾 台湾故宝现在收集 这是罗建玉 是大金石家大学长 罗建玉 我给大家看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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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